週末,晚上12點,我居然還在店裡 看完太平洋戰爭,再看有生之年一部分 有時候會莫名其妙覺得 就不知道要幹嘛 我們店中年慶剛做完 這邊有兩隻魚很漂亮跟你們分享 它叫紅旗藍帶 尾巴會變紅,現在都沒有變紅 我朋友那邊的種魚都是公魚,原本很多隻都沒有發射 我就後來 他送我的我又撈回去給他 放到漁場,現在剩兩隻在這邊發射了,超漂亮的 它就是那個很漂亮的藍色 然後以後它的那個 你現在看金黃色那裡,以後會變紅色 尾棋會變紅,金黃色那邊應該是 反而一隻魚就很多種顏色 魚齁,剛開始你們都喜歡那個 就像這種孔雀大鴻 可是養魚養久了會喜歡 有變化的顏色 然後還有一種更美的叫情緒色 情緒色是像什麼呢 我剛剛已經關燈了在開燈,偷偷開 你看這邊有那種很貴的燈科魚 像它現在就沒有漂亮,因為 剛油出來的時候就變漂亮,有沒有 它在光線折射的時候才會變漂亮 我是關燈在開的 那個叫什麼 黃氏青魔鬼燈,什麼超級彩虹藍地燈 什麼的 不是喔,不是 是這個吧 不是,大隻的那個是 那個是 也不是甜心檸檬耶 靠北大隻的那個叫什麼 我忘記了 就我說了小隻的那個 我為什麼要拍這一缸啊 我記得這一缸有什麼要跟你們 分享 沒有啦,我要分享這個啦 現在都很多那個螢光斑馬 什麼那些有沒有 我過兩天也會進進來賣啊 我有一個朋友要 然後 我這裡我不想進 因為那種魚我覺得沒有什麼技術難度 你知道 然後我就 請我員工去 去附近買 結果買來魚又瘦又小 還會死掉 你是不是知道 現在又有另外一個朋友要 怎麼辦,我乾脆每種進個五十隻一百隻 啊那個就比較常見啦 你們知道吧 然後這一隻我就覺得很屌 超漂亮的 你看 它也是螢光魚的基因 然後坐在世間裡面 啊之前會有一種 有線條的世間 啊這種是什麼 你知道嗎 它是金世間 它是不是白紙啊 我看一下 好像不是白紙吧 就是黑的 它是金世間然後在做螢光 超美的 靠 然後我在 去魚上那邊看到就很驚豔 你就知道 就很可愛 因為養了也會大隻 現在比較小而已 大的大概可以到十元硬幣那麼大 所以你要跟孔雀養的話你要自己考慮 然後 超美的 然後又很便宜 馬的 以前那個螢光斑馬出的時候 一隻螢光斑馬我記得 不要講一千二的時候 就是我們有曾經八百 然後再來曾經成本四百過 一隻螢光魚要七八百塊 五六百塊 現在那種斑馬幾十塊錢 然後這個也是沒有超過一百塊 這超可愛的 有時候齁 這個禮拜我就有去那個 就是魚商那邊逛逛了 就讓我看到這個就 就覺得很驚豔 然後我這個禮拜 是弄了一些老鼠回來 上禮拜 弄了一些老鼠回來 這個就簡易碗 下來樓下賣 對阿 我有買到一隻 我有弄到一隻 躲起來了 一隻金打泥一行 躲哪裡去了 就找不到 跟他改天偷偷跑出來 然後我要分享什麼 阿對阿 我還有弄這個回來 熊貓六尖 這個是人工改良的 就是變異種 他的花紋就不再是直線條 他是像這樣迷彩的 阿長的過程裡面也會變 就是說 比如說現在比較後面 其實有斑的地方 他會隨著情緒 有時候就會像這樣 有時候還可以更黑 然後更藍 然後就是會比較有變化就對了 跟那個線條型的六尖不一樣 而且 沒有很貴 我們賣一隻七百 一二 只有七隻 我看到的時候也是只剩七隻 我覺得是很不錯 阿魚大概是這樣 這大概 小指頭 兩截多一點 他會四到五公分吧 對啊 四到五公分 應該 差不多啦 就四到五公分 我很多年前有看過這個魚 然後這麼大隻 然後是在中國看到的 然後一問那個價錢 還要再弄回來 我就沒有買 因為 他 我如果買一隻 兩千 阿我家運費回來 兩千多我要賣多少錢 一隻三千五四千 也不是不能進啦 只是 一次進又要一票 你就知道 現在就OK了 一隻七百塊 然後這邊有那個2A的 飛鳳 我有把它養大隻了 已經養到幾公分 這樣幾 他差不多到 有十二囉 十一十二公分 這個2A的一樣 一隻三千八 飛鳳 要買那個小飛鳳的話 他很緊張 容易緊張 你們要 有看到他吃東西 不然久了會餓死 阿這個尺寸就會比較好養 而且這邊是領先群 就比較大隻的 這一隻三千八 2A的 好 阿對 有一些 大隻的藍眼鬍子 單公 很漂亮的尺寸 大隻的 一隻八百塊 齁 我朋友還沒跟我講一隻成本多少錢 好 暫定 反正一隻百就賣八百啦 我想要做個活動 阿只是他還沒告訴我成本多少錢 然後 然後 那個 一樣是藍眼大帆 你看超級大母魚 你知道那母魚多大隻 這個是一對兩千塊的 兩千塊的 大帆 藍眼大帆很大隻 像母的這麼大隻 母的應該就有十一十二公分了 你看上面那隻也是母的 你看這母的這樣 就是 就是他是年輕的母魚 然後又 又 紅旗藍蛋 在這裡 紅旗藍蛋 有人要的話一隻六百 阿那個 只有那兩隻而已 你看那個 六百 我也不知道 算了 講了就算了 因為真的要跟我朋友 拿的時候他不知道 一直要算幾百 好 阿那個 大帆 蠻眼大帆 好 就這樣 我 我 這短尾絲 然後我來想一下那個 那個 雙十一 好像要做個活動 然後 安慰一下那個 單身狗 沒有啦 就是我想要弄一個 就買魚 香香對對這樣 這短尾絲很可愛喔 好 就這樣